独家出品《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念水啸 第919章 黑暗本源 一进入新孵化的神域潮 莫无忌等人就感受到了凌乱的天地规则 比起外面神域潮的天地规则 这里的规则更加凌乱 更加的毫无头绪 但是每时每刻 这里的规则似乎都在自动整理 然后在自动合并和不断地衍生 苦菜和我一起 大家各自选择方向 神域潮宝无众多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尽量不要和别人争夺 若是预见了紧急情况 可以通过通讯珠互相联络 莫无忌对同门叮嘱了一番 他只有御神二层实力 在这新神域潮中无法做到更多 大家也只能各凭机缘 事实上 不用莫无忌提醒 所有的人都是激动地 想尽快去新孵化神域潮的深处寻找宝物 众人纷纷告辞 莫无忌带着苦菜也是迅速离开 和大部分人只知往新孵化神域潮深处走不同 莫无忌实海之中有一个必须去的地方 那就是黑暗规则出现的方位 他之所以带上了苦菜 是因为苦菜修炼的也是黑暗规则的功法 之前在神域中 苦菜根本就没有修炼条件 这次找到了黑暗规则出现的地方 莫无忌自然要带上苦菜了 当初莫无忌感悟黑暗规则的时候 这是一个方位 现在走起来之后 莫无忌才知道这个方位到底有多远 同时也明白这新孵化的神域潮到底有多大 除此之外 莫无忌还更是心惊 这新孵化神域潮中的宝物到底有多少 他和苦菜一边赶路 但并没有特意寻找各种神灵草 但在这一路上 他仍旧寻到了数百株各种各样的神灵草 而且根据莫无忌的眼光 这些神灵草最低都是三级以上 尽管没什么特别高级的神灵草 但四级五级的他还是找到了一大堆 可别小瞧了这三级以上的神灵草 神域宽广 高级神灵草并不是非常多 五级以上的神灵草那是风毛麟角 最多的都是一级和二级神灵草 三级神灵草已经算是神域中珍贵的存在了 至于矿石 一路上捡到的有数十枚之多 这还是墨无忌并没有特意寻找神灵气浓郁的方位 随着墨无忌和苦菜的深入 它们周围的天地规则更加混乱起来 不过规则气息比之前的地方稀薄 一路上的神灵草也在减少 就连炼气的矿石也没有之前多了 一个月之后 墨无忌停在了一大片沙漠的边缘 因为规则混乱的缘故 沙漠深处的狂风夹杂着无穷无尽的沙石 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 在新神域巢中 有沙漠大海都不是特别的事情 神域巢本就是新孵化的陆地 各种地貌都有之 神域巢海就是当年神域巢孵化之时 流下的大海 见墨无忌带着自己停在了沙漠的边缘 苦菜有些疑惑 大哥 这里好像神灵气匮乏 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啊 墨无忌指着浩瀚无边 沙石狂卷的沙漠 苦菜 这片沙漠里应该有一道黑暗规则 这黑暗规则还非常的清晰 可惜 我只能知道这黑暗规则在沙漠之中 并不知道具体位置 你我现在都修炼有黑暗规则的功法 神域中缺少黑暗规则 我们想修炼的话 必须进去寻找 神域中宝物的确很多 但对墨无忌来说 再多的宝物也没有修炼本身重要 大哥 我听你的 对苦菜来说 墨无忌说的就是真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 墨无忌说完 一步跨入了沙漠之中 这沙漠中的狂杀虽在飞舞 但对它并没有多少伤害 苦菜的修为亦是欲神二层 同样不会被这里的狂杀伤到 之前墨无忌用楚神落 就是感应到黑暗规则 在这个方位消失 只是这片沙漠太过光芒 就是墨无忌 也无法得到确定的方位 大哥 我感应到了黑暗规则 墨无忌还在想着 应该先寻找哪个方位的时候 苦菜激动的声音传出来 听了苦菜的话 墨无忌同样激动起来 那你赶紧带路 我在你后面跟着 他隐约有些明白 苦菜一直在修炼着 黑暗属性规则的功法 只是神语的黑暗规则 实在是太过模糊 正因如此 苦菜对比较清晰的黑暗规则 更加的敏感 所以一来到这沙漠中 他第一个感应到了 黑暗规则的方位 苦菜应了一声 立刻顿入了狂卷的飞沙之中 墨无忌紧紧跟着苦菜 早一天找到黑暗规则所在 他在新神语朝的收获 就会越大 新孵化的神语朝外阵门处 一名山羊虚男子 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庞杰 庞道友 真是好手段啊 庞某愚钝 不明白夜萨神王的意思 这山羊虚男子 是九眼神宗的神王 夜萨神王向自成 此人神王三层 贪婪独辣 之前天凡宗唯一的五个名额 便是被他强行锁走的 不但要了五个名额 还拿走了庞杰身上的 好几条神灵脉 和几件顶级的宝贝 夜萨神王哈哈一笑 周围几名神王都被吸引过来之后 他才开口说 之前庞道友 苦苦要我留下一个 进入新孵化神语朝的名额 说是应成了一个弟子 我刚才怎么看见 至少有七八个天凡宗的弟子 进入了神语朝 我向自成虽然年衰 还不至于老眼昏化 原来庞兄这招已退为进 早就为宗门弟子 留下了大批的名额 佩佩佩佩 庞杰面色有些难看 他强压住内心的怒火 我这个师祖没什么能耐 好在弟子还有些本事 自己弄到了名额 这句话庞道友倒是没说错 天凡宗还真是出了个有本事的弟子 至少我鸾魂神府的汤 汤无阵是远远不及 一边的颜庭神王 黑黑一笑 插口说道 见众多目光看过来 颜庭神王看着庞杰说 天凡宗隐匿功法强大呀 隐匿在玉神九层 连我都看不出来 更别说我神府不成器的 玉神弟子了 汤无阵被莫无忌说服 别人不知道原因 颜庭神王自然清楚 汤无阵再满 也不敢在颜庭神王面前隐瞒真相 只是他同样不清楚 莫无忌并不是玉神圆满 和他战斗的时候 甚至还在玉神一层 不但如此 莫无忌还有更厉害的神通 没有施展出来 庞杰神王没有再辩驳 他知道天凡宗现在 是最艰难的时候 这些人巴不得 马上就能找到借口 干掉他庞杰 一旦干掉他庞杰 那整个天凡宗 将彻底的烟消云散 见庞杰不说话 叶萨和颜庭神王同时冷笑 颜庭神王早就和 鸾魂神府的天神弟子说过 无论如何 也要在新神御朝中 干掉莫无忌 至于九眼神宗的叶萨神王 他更狠 只要是进入了 新神御朝的天凡宗弟子 进阶在九眼神宗弟子的 杀戮范围 新神御朝的大沙漠当中 苦菜停了下来 怎么不走了 苦菜 跟在苦菜身后的莫无忌 疑惑地问了一句 苦菜则激动地指着 脚下的漩涡洗纱 大哥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在这下面 就是我们要找的 黑暗规则所在地 那就下去 你跟在我身后 莫无忌说完 直接顿土而入 仅仅下沉了数百里 莫无忌就感受到了清晰的黑暗规则 尽管他还没有修炼黑暗规则功法 但这等清晰的黑暗规则气息 实在是太过明显了 又是半天后 莫无忌和苦菜 同时落在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之中 这个空间有如墨汁一样 莫无忌一进来 就感觉整个肉身和灵魂 全都陷进了一种黑暗之中 无论是血液还是肉身骨骼 全都被黑暗侵袭 这种黑暗压抑的他 整个人都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他的神念更是被直接阻拦 好在他还有灵眼 可以清晰看见这空间 足足有方圆数十里大小 周围空间只有一种规则 那就是清晰无比的黑暗规则 在这方圆数十里的空间之中 悬浮着一枚规则更加清晰的墨黑珠子 珠子里黑暗规则纵横流转 莫无忌手中有一枚雷本圆珠 他一看见这枚珠子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枚珠子 是黑暗本圆珠 在黑暗本圆珠外围 还排着十多枚黑色晶体 莫无忌得到过几种混沌本圆珠 一看便知 这应该就是黑暗本圆珠 大哥 这里好多晶石 苦菜急步冲上去 一把抓起了两枚黑暗本圆珠 苦菜 你的神念 可以看见这里的东西 对啊 我的神念在这里如玉得水 那上面还悬浮着一枚黑色的珠子 那应该就是黑暗本圆珠 大哥 你将黑暗本圆珠和这些晶石都收起来吧 我感觉在这里修炼 我的速度应该非常快 苦菜 语气有些激动 这是他内心中的一种渴望 莫无忌收起了黑暗本圆珠 又拿走了几片黑暗本圆珠 然后对苦菜说 苦菜 这些晶体 应该是混沌黑暗本圆珠 你将其他的收起来 这东西 对你将来大有好处 这枚珠子 我先收起来了 也许 我能用得上 莫无忌的不朽界尚未完善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不朽界将来 需不需要黑暗本圆 所以他决定 先收起来再说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不朽几本期播放的